验证一下刚才的话 也顺便让大家看看这两支枪的分解方法 我来把枪简单的拆一下 刚才已经检查过这两支枪里面都没有子弹 首先看这支VP9 拉开套筒 退出弹架 这里有一个专门的卡榫来固定套筒 向下拉开 就可以把套筒从前边拉出去 再取出套筒复位弹簧 还有枪筒 那么VP9就算是简单拆解完毕了 至于刚才所说的机针弹簧 是在套筒的这个部位 那么是在枪筒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里面的空间确实是很局限 所以说它里面的设计也比较紧密 一般不建设普通用户把这里面再继续的裁份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这个CZ75 还是把弹架取出 我们看到这里面在套筒上面和枪体上面呢 各有两一个各有一个标志 把这两个标志对齐 然后再把空餐挂机按钮 从右侧向左侧顶出来 我们首先把它对齐 然后把它顶出来 拿开以后 套筒也是可以从前面取出来 同样我们也是把套筒 复为弹簧取出 然后把枪筒取出 这样呢 CZ75也就裁份完了 我们看到这一部分 它这个就是说 机针或者是撞针部分 它这个体积和这个机针式手枪 设计的是差不多的 但是呢 这里边少了一个机针弹簧 因为它这个主要的是撞针弹簧 推动这个撞针的力量来自于撞针弹簧 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 它是在握把的里面 与这个枪筒方向垂直 所以说这里边呢 省了好多的空间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就是 两支枪的体积 在差不多大小的时候 我们看到 两支枪的枪筒 实际上 对长度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区别 这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区别 就是机针式设计和机随式设计 它枪筒的长度呢 可能就是在同样体积下 它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 好 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两支枪钻回去了 也是比较简单 首先是把枪筒放回去 然后是掏桶浮回弹簧 好 直接装好了 好 好 微皮内 这就是装好了 同样 CZ75 也是差不多的形式 然后 好 就把这两个标志线对齐 那么再把空餐挂机按钮放回去 这样两只枪就分别拆解又服装好了 这些水会是一个很大的铆放 然后再把铆放进去 我们的铆放在铆放 铆放在铆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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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